第一个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 国军自我伤害层出不穷 立委呼吁减轻负担 这个自我伤害的案件 说真的这上半年度 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好像有一点连锁反应 那立委针对这一个事件呢 这一些事件呢 请国防部来背询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 因为真的是人数太多了 相较于之前几年 都突然增加许多 那立委针对这个议题呢 也有深入去探讨 包含很多个立委都有做发言 那其实呢 我觉得真正有切合国军 目前现况的人员 大概就只有许巧新立委的 说明跟问题 比较能符合部队现金的现况 所以呢 我今天就针对许巧新的问题 还有我们部队自我伤害到底哪里可以去做防范 防范或预防 或者是怎样做完全这个终止 我要跟大家做说明 因为这个很严重啊 谁想要自我伤害 我相信国军 你们待那么久 自我伤害一定是最后一步嘛 你一开始应该就是跟弟兄先抱怨一下啦 或者是真的受不了就跟长官反应啦 或者是做其他方面的疏解压力的动作 真正到自我伤害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 当然我也不是说许巧新 只是许巧新提出了几个问题 真的是比较切合部队现况 但是我当然也是不同意他所说的啦 我自己对于自我伤害层出不穷 我另外一番解释 但是我也针对许巧新立委 里面所说的几个事项 其实可以做探讨 所以今天就把这个主题 当做第一个主题来跟大家说明 首先我们看一下 许巧新立委在接受受访的时候 都有讲过 国军自我伤害无法解决的原因 主要是边线比不足 国防部虽然称全部的这个部队边线比 大概有八成到九成 但是第一线的军人边线比 可能只有六成五 首先我对于许巧新 这个六成五这个数据 我不是不以为难 我是觉得他怎么知道的 对啊 而且他说可能哦 可能就真的是 他可能有去调查一些数据资料 但是他却不知道你说出六成五 这个比例的时候 对我们第一线的战斗部队 是多么可怕的数据 为什么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如果一个部队 它的边线比低于七成的话 这个部队会被视为没有战力的部队 你想一想 一个班十个人 突然有三个人不见了 那真的还有他的战力吗 所以依照我们国军的相关教范 里面就写了 如果这个部队边线比低于七成的话 这个部队被视为没有战力的部队 所以我觉得徐晓星这一番发言 我当然了 他也蛮保护自己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第一线部队真正的数据资料 那是不是六成五 我们也不知道 可能他有一些部队 他可能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他说可能 因为他也知道 我一说六成五 如果我真的 所有的单位都调查完毕了 发现第一线部队真的是六成五的话 那真的对我们国军伤害很大 所以他说可能 但是这一句话还是伤害很大 第二个问题是 第一线军人的边线比 我不知道徐晓星立伟 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因为第一线部队 以我们现在首次作战来讲 总共区分成四个梯次重队 包含第一线海岸守备旅 第二线的打击旅 也就是居住打击位置的打击旅 第三线城乡守备旅 第四线 我们的三地站台连 对不对 那你说这四线第一线军人的边线 比只有可能只有六成五 你的第一线是第一线海岸守备的单位吗 还是你说我们第一线战斗部队 其实就在讲二线的打击旅 我不知道你第一线军人 他的含买是什么 对啊 因为蛮让人家觉得说 你可能也没当过军人 所谓的第一线战斗部队跟第一线守备部队 那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有一点差距 那我不知道 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是希望 你说的是第一线海岸守备旅 为什么这样说 大家可能说 那第一线海岸守备旅 你也不能低于什么六成五 你也不能低于七成啊 问题是 大家想一想 我们每一次第一线海岸守备旅 那些新训单位或学校单位的长社干部 在接受教育召集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来报到的人员 比例大概有多少 对不对 我们就不要说一堆办理和免的那些人 弄来弄去 当然啦 虽然边线比不是到六成五这么低 但是也是很多人办理和免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 所以我不知道 徐晓军他说的第一线军人的边线比 百分之六十五 那你是说 例如第一线海岸守备旅 你是说第一线海岸守备旅的 县员干部的边线比 还是说第一线海岸守备旅的 所有含教育召集人员的边线比 不到六成五 还是其实你是想要表达的是 第二线就是第一线第一战斗部队 第一线的战斗部队 他的边线比不到百分之六十五 我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但是呢 我觉得你要表达的应该是第二线的这个战斗部队 现在边线比不高 这个我们提到过 但是六成五真的是很可怕 我当然不知道 徐晓军人员到底真正知道数据没有 但是如果数据是这样的话 是非常可怕的事 低于七成的部队是没有战力的部队 所以希望这个数据是假的 好 那他主要要阐述的是 因为这个边线比就是人员不足 所以呢 这个业务压力很大 或者是这个训练 也训练量也很大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有过度操劳的问题产生 那大家想一想 以前虽然人多 业务也多 都这个自我伤害的人数没那么多 为什么现在就这样 其实呢 自我伤害 我一直强调 不是什么问题 它就是一个人员管理的问题 对不对 你这个部队有没有合理管教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问你 现在部队的业务 连级的业务有很多吗 就最累的是谁 后勤士 人士士 还有谁 我不知道还有谁 一个连这么多干部 这么多兵 最累的就是人士士跟后勤士 那如果 你是一个连长 你就觉得反正没差 大家都要弄那个后勤士 就让他去接很多业务吧 如果你这样想 那他当然会很完蛋了 如果你适时的 合理的去管教 适时的把他业务做区分 做平均 可不可以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对不对 他后勤士可不可以赶 后勤综合业务就好 其他车兵化 都交由各装备负责人去 去做掌握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些单位是后勤士全包 那他不就累死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 不是人少的问题 人少当然有问题 但是 不会自我上岸 真的不是主因 主因都是部队管教的问题 你要不要弄这个人 例如 我们269里的黄信中尉 你说他可以不是 适时的分配他的业务 或者是适时的 把他的副排长叫回来 或者是让一个班长 去代理副排长 去分担那个黄中尉的业务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连长我们做 没有 为什么 你就想要弄他嘛 你就想要搞他嘛 所以 自我伤害的产生 很多都是部队 不合理管教之下的产物 并不是因为边线比不足 因为连级 我们以连级单位来说 没有这么多业务啊 你连级有多少个 七八十个人 你的业务有多少 你说业务分配不均 你可不可以平均分担 可以啊 那你做了没 你没做啊 大部分自我伤害的 我不骗大家 如果是部队的问题 一定会被针对 一定是有被针对 所以 我为什么一直说 自我伤害 不是你们想象的这样 对 你们探讨出很多原因 我也都能接受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绝对是部队管理 你部队管理不合理 或是甚至不当管教 绝对会造成自我伤害 最重要的主因 信不信有你们啊 我在这里讲自我伤害 我也讲了很久了 你要相信你就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反正最后追究其原因 绝对都是不合理的管教 或者是你长官没有做事实的业务的登配 或者是调整 造成了这个很大的伤害 我曾经跟大家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啊 有一个挂通知店的连长 去担任这个战志店的连长 也就是营部店的连长 要兼后勤官 他后来爬去六楼的女儿墙 准备要跳下来 是不是 后来我们有没有帮他调整业务 有啊 我们甚至叫了另外一个连长 不平的连长 去帮他兼后勤官的业务 你要调整啊 如果我们今天换个方向 我就是要弄那个连长啦 我就看中正理工不爽 我就要弄他啦 我管他的 你爬去女儿墙 不关我屁事 你就是这个下个月的专点 把我弄好 我跟你讲他马上就出事 所以部队 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你们都没当过兵 对不对 徐巧新你没当过兵 其他立委可能很多也没当过兵 那你知道部队的现况是什么吗 还跟我讲心腹机制 我跟你讲 心腹机制有没有对这个人员的安定 有一点点的帮助 一点点啊 微乎其微 重点都不是那些 重点就是你部队的管教问题 你部队合理管教 没有这些屁事啊 一个人有多少业务 一个人有七八十个人 接不了那些业务吗 都不是重点 好 你说今天一个人满边八十个 就像你说的 七成 四十二个人 接不了连上的业务吗 你不要骗我了 我在基层待很久 那个都不是主因 主因 国军的自我伤害 你听我的 绝对是管教的问题 绝对一定都是管教的问题 所以呢 你还不如去推如何精进我们部队管理工作 这才是重点 你说的那些都不是重点 对那是都可能是小小小原因 但绝对不是重点 所以立委啊 我知道啦 你们很多可能也没有当过兵了 那你可不可以去部队找一些人来问一下 不要只上谈兵嘛 不要用你的想象或一些数据去支撑你的论点嘛 你要了解部队的现况是什么 对于解决问题才有方式嘛 你不要只会那些数据搞出来没有用啊 希望这些立委用心一点 好好针对我们国军的问题 好好给他鞭策一下 让我们国军各部队都能的变成合理管教的部队 让我们自我伤害案件减到最低 甚至达到零的地步 这个也是我衷心期盼的 这个是第一点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感谢观看